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来分享一道猪肉神仙的吃法 重爆猪肉 首先呢 我们来准备300克的猪颈肉 选有带一点点油的 有脂肪的 会比较好吃 将它切拌 好了过后呢 就将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现在我们来准备腌制它 少许的盐 一汤匙的生抽 胡椒粉适量 一茶匙的糖 一汤匙的蚝油 好了过后呢 就将它搅拌搅拌均匀 均匀 均匀后放入冰箱腌制30分钟 现在我们来准备我们的葱花 将葱的青色部分切成长长的一段这样 这个呢 是拿来布置的 葱白呢 切成端 这个是拿来炒的 红葱头一粒 红葱头一粒 将它切成一片片厚厚的片 5粒蒜米将它垂包 过后呢 将它切成碎 这样锤呢 会很容易 将我们的这个蒜米皮拿掉 准备半粒的红辣椒 今天我用半粒就够了 将红辣椒切拌 谁不喜欢种子呢 可以清理掉 刚好我想要它一点点啦 所以说我没有清理它的种子 斜刀切片 OK 今天的材料就是这些啦 非常简单 我们来开始吧 首先呢 先热一热我们的油 油热后呢 才放入我们的猪肉下去炒 炒到熟为止 记得这个过程呢 尽量用中火慢慢煎它出来 熬了不久呢 也是会有猪油流出来 不要丢掉 现在呢 才放入我们的这些 葱花白色的部分 蒜米和红葱下去 炒到爆香就可以啦 爆香后呢 我们就将我们的这个 红辣椒和青葱统统放下去 炒到它均匀就够啦 因为这个青葱和红辣椒呢 只是让它有颜色而已 和少许的那个辣度 好 炒一下下就大功告成啦 今天的猪肉神仙吃法 冲爆猪肉 大家不妨试试做做看 折到食譜好吃 而且呢又非常的简单 希望大家会喜欢哟 希望大家会喜欢哟